今日小S一席抹胸白裙 亮相自己代言的美肌产品上市记者会 敬业的他更是一旦装饰人 白心柔嫩的肌肤状况 也为小S的魅力加分不少 而在活动现场 小S还不断发挥自己的主持功力 自来熟的个性更是惹来台下阵阵笑声 最近爱上素颜装扮的小S 也在现场畅聊了自己的保养秘籍 除了保证良好充足的睡眠时间 以及饮食营养搭配外 小S还大力推荐了运动流汗法 另外我后来个人发现 最棒的保养就是一定要大量的流汗 就是我最近迷上跑步 然后让心脏很快速的跳动 跟全身湿透之后 我会觉得皮肤变得非常的紧绷跟光彩 之前在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中 因为小S一句 李敖是不是暗恋大S婆婆张兰的玩笑话 李敖委托律师 状告小S加重诽谤 随着这场口水仗的升级 小S似乎并没有在意 完全没有耶 然后我目前的计划是不回应她 然后也要跟大家讲就是 保养之道 常生气跟常骂人身体很容易会产生毒素 所以希望大家都尽量开开心心说好话 其实我个人常在节目上会开开其他女明星的玩笑 可是我私下做人的原则是 只要有明星上我们节目觉得不开心 我一定会跟她道歉 然后私下尽量与人为善 所以就是真的要吵架 我实在是吵不起来 就是奉劝大家就 没事不要跟人家吵架 而对于自己的姐姐大S 新婚不久后一直深居简出 小S也是在现场透露了大S目前的工作状态 坦言姐姐现阶段最大的计划就是生小孩 目前广告都还是有在拍 然后她是有跟我放话说 短期之内她是不想要再接戏了 因为接戏实在太累 然后她跟我讲说 她最近就是把广告该拍的拍一拍之后 她就真的要开始养生 接下来最大的计划就是希望可以生小孩